31 《都市日報》 莊家制簡評 2015年7月27日相關點 P.18世說渦輪雍世權自02年香港渦輪市場開始實行莊家制 即每個發行人都要為其發行的渦輪委任一個莊家 其正式名稱是流通量提供者 我認為莊家制是香港渦輪市場的重要基石 經過多年市場考驗及不斷完善 而發展至非常成熟 相關監管法規更多次被亞洲其他地區參考 作為發展當地渦輪市場的藍本 莊家制最重要的一環 在於莊家即流通量提供者 需為渦輪同時掛出買盤和買盤 此舉無求讓投資者無論期望買或賣時均能有交易對手 減少因流通量不足而造成的供求失行 相反,假若沒有莊家為渦輪掛出賣盤 在沒有充足市場供應的情況下 容易出現非理性炒作 渦輪價格有可能被推高至不合理水平 之後若有投資者在高位買入 很大可能會蒙受全盤損失 正因爲莊家需為渦輪同時掛出買盤和買盤 與一般市場參與者指下買單或買單不一樣 其實投資者無需猜測莊家意圖 莊家指示按其權定價模式為渦輪計算出合理價格 並不能由此去估計莊家對後市的看法 逢週一見報 渦打銀行大中華推股票結構性產品及營股證銷售 董事總經理 擁有多年營運股票衍生產品業務經驗 經常於媒體賺文 智力教育投資者有關衍生產品之應用本結構性產品 並無抵押品 作者為渦打銀行僱員及金管局註冊人士 並未持有上述股份 本產品價格可急升急跌 投資者可完全損失其投資 投資前請作風險評估 及尋求專業意見 如發行人無力常制或違約 投資者或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 如有